《新疆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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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由中家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怕啦 中國銀聯撤斷和俄羅斯的合作 北京招陽區小區開始封控 印太架構拉開陣勢 拜登五月壓周行 兼指中共 台灣紅星飛彈射程驚人 打擊範圍涵蓋上海 民意支持 瑞典加速申請加入北約 夏威夷經見神秘藍白羅旋光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儘管在一天前 中共仍高調表示 中俄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準 中共駐俄大使張漢輝 20日在公開場合吹噓 在中俄領導人的領導下 中俄合作發展無止境 在21日卻傳出消息 中國的信用卡處理商 中國銀聯 Union Pay 因為擔心會成為制裁目標 而拒絕和俄羅斯的銀行合作 從而切斷俄羅斯一個可能的替代選項 此前 Visa和曼士達 Mastercard已經停止了為俄羅斯銀行提供服務 俄羅斯大型銀行的消息人士透露 銀聯的決定影響到俄羅斯最大的商業銀行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 和一些較小的機構 銀聯由中國國有銀行營運 是全球最大的支付平台之一 但它的所有業務幾乎都在中國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和另一家銀行 賢科夫銀行Tankoff Bank此前才宣布 他們正在考慮轉向中國銀聯 鑑於美國官員早前已經發出警告 說試圖破壞制裁的政府和公司都將面臨後果 俄羅斯商業咨詢RBC報導稱 中國銀聯這個舉動 無而顯示出中共對西方制裁的忌諱和害怕 銀聯希望避免這種次級制裁 中共政府口頭聲稱 俄羅斯是最重要的緊密聯邦和戰略夥伴 並口硬批評西方對莫斯科的制裁 但如今看來 中共企業和銀行正不由自主地 被迫遵守西方在貿易和金融方面 對俄羅斯私家的限制 據了解 除了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之外 被中國銀聯拒絕合作 而受到影響的其他銀行 還有亞爾法銀行AlphaBank 俄羅斯外貿銀行VTB 和俄羅斯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的 開放銀行OrtCriti 以及俄羅斯工業通訊銀行Promsvias Bank 另外 美國方面對中共的金融打擊也沒有停止 美國政交會宣布 再將17間公司添加到它的外國公司控股責任法案 HFCAA臨時名單之中 這是3月以來的第5批 意味該批公司面臨在美國隨排的風險 造SEC列入該名單的包括支付、諾華家具、萬春醫藥、瑞幸咖啡、激光移動、中國食品、摘爾西西醫療集團、中比能源、中網在線等等 上述的17間公司可於5月12日前向美國政交會提交證據 證明不具備備除牌的條件 目前 首3批11間公司已經由臨時名單轉移到確定名單 第4批12間公司則可於5月3日前向美國政交會提交證據 上海封城 另一個省會城市 也突然禁制暫停 中共南昌官方發布 南昌市至2022年4月22日零時至4月24日24時封城 美其名為全市實施政態管理 共3天令很多人措手不及 封城前的瘋狂大搶購又重複地在這個城市上演 沒得吃的上海聖橋小區成立了烤盆幫 在上海缺乏食物和居委會的表現被廣泛批評的時候 終於有人闢謠 說真心給街道點讚 這是父母家發放的第五批進口水果和第六批物資 有10公斤日本大米 臘腸、火腿、醬油、肉、牛奶、雞蛋、稻米油 並說志願者發放到半夜又怕經營休息 放在每家每戶的門口 鄰居老人早上被驚喜 這幾天醫護還上門為父母做檢測等等 有人好奇地問是哪個小區 得到的答案是上海市政協家屬院 網友開探 趙家人還是什麼都有 只是你不姓趙 上海敏行羅秀三村 騙居民下樓做核酸 結果直接帶去方艙 在上海 一個德國人對居委會極度憤怒 斥責中共的體制真是一團糟 原因是 上海某居委會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員 告知居住在當地的德國人羅斯 她的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 她必須去方艙隔離 羅斯回應說 12日前我是陽性 我不可能還是陽性 所以我要求做新的檢查 但你們疾控中心說 沒有人來和我做核酸 所以這不是我的問題 羅斯表示 我不關心你們的政策 因為你們中共的體制真是一團糟 我已經去過方艙了 他們不想要我 這是荒謬的 那對你、對政府、對上海、對中國來說 都是恥辱 那真是大笑話 羅斯再次強調 讓疾控中心過來給我做個檢查 如果我是陽性 我們再談 不要擔心 我會讓所有媒體都參與進來 這樣將會非常空洞 4月22日 據網傳影片顯示 從上海的圍牆可以看到 對面就是浙江 已經拉上了電網 畫面中有挖掘機 正在挖掘一座橋 將交通斷開 網友嘲諷 中國真是太富有了 可以建造這麼多圍牆 還通電的 又是為了保護上海人民的安全 實在是太暖心了 背後一定是下著一盤大棋 太讚了 而這個封城的待遇 也在向北京人一步一步迫近 4月22日 網傳影片顯示 北京朝陽區 罰頭西里小區封控現場 小區門口 拉上了白色的境界線 一些大白站在小區之外 不讓居民進出 據說驚嚇龍後面都封了 有網友諷刺 很令人感動 中國示範了如何監禁中國人 打台灣叫做70多年 結果無時無刻打自己人民 真是暖心 也有網友悲嘆 連天子腳下的京城都封了 中國經濟應該完蛋了 也有人為病毒加油 什麼時候才到中南海 Omicron努力再努力 拜登確定5月訪問東京 參加美國、日本、澳洲、印度的四方安全談話 美日兩國也將舉行外交和商業事務的部長級會議 可見除了在安全上圍堵中共之外 經貿合作和產業供應鏈 也是美國在印太戰略佈局的重要拼圖 台灣新頭學報導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IPEF 預定在5月份確立 架構採用了聯合四方力量的策略 首輪成員國名單和協議內容 都將是各國正經觸目的焦點 報導稱 國際大氣候的勢態已經形成 印太地區是兩大集團的冰家必爭之地 中共積極利用一帶一路的經濟紅利 來獲得影響力 美國除了以傳統安全保障 保持同盟國關係之外 亦在考慮透過經貿合作 因勢利道 一方面填補美國在區域經濟合作協議上的空缺 新建立一個多邊 並且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經濟框架 另一方面 則利用美國技術和市場換取圍堵中共 在印太的經濟影響力 比如延續美日數碼貿易規則 在數碼貿易上 坐實美國規則、美國標準 令它成為印太戰略同盟的協議內容 進而阻斷中共供應鏈的發展 報導提到 在國際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中 台灣始終相陷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之中 台灣應該積極爭取 在印太經濟架構中的位置 在國際政治板塊的變動中 保持全球供應鏈的優勢 為了因應中共的武力威脅 台灣國防部今年開始啟動 各營飛彈量產任務 台灣中科院將從20號開始 連續三個晚上實施彈道射程 無限高的火炮試射 還有紅星飛彈 也預計在6月啟動量產 台灣偷略策進學會副理事長張雨潮 在《94要客訴》節目中指出 戰術武器能扮演戰略阻下的效果 紅星飛彈就是扮演這種角色 加上雲峰飛彈等武器 可以針對重要軍事價值目標 進行源頭打擊先發制人 他特別指出 基本上上海、浙江、江西、安徽、江蘇南部的解放軍戰區 都在飛彈的涵蓋範圍 無限高的試射就是要給中共看 警告不要越雷遲一步 張雨潮也補充 再配搭機動性高的巡防艦 還有按置反艦飛彈系統 構成交叉的火網 這就是區域聯防的概念 紅星飛彈對於國軍戰力來說 是如虎添翼 烏鵝開戰之後 在芬蘭國會展開辯論 進一步推動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之際 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的動能 正在增強 彭博社報導 瑞典外交部長林登 接受該國公共電台 Ecourt頻道訪問時表示 針對一項可能成為北約成員國的申請 各政黨打算加快審議過程 原本計劃5月底前完成討論的事情 應該會提前到5月13日 意味著瑞典加快要維持與芬蘭同步 林德表示 烏克蘭情勢惡化 芬蘭已經提出其分析 而瑞典有很大壓力跟進 林德指出 芬蘭是瑞典最親密的盟邦 對彼此進程有充分動息 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將影響瑞典的安全環境 我們合理地互相配合協調 瑞典以維持中立著稱 芬蘭則是與俄羅斯邊界最長的歐盟國家 瑞典與芬蘭兩國長期秉持軍事不結盟原則 在安全政策上密切協同行動 這次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兩國民意和政壇風向急速轉變 芬蘭近期民調顯示 加入北約的支持度 從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兩成到三成 暴增到與六成 瑞典在二十號公布新聞調顯示 高達百分之五十七的受訪者 支持成為北約成員國 僅百分之二十一反對 夏威夷的茂納海亞火山 Monakia上空 日前的一輪藍白螺旋光芒被捕捉到 一輪光芒在空中緩緩滾動 直到被風吹散才消失 整個過程長達三分鐘 吸引了超過七萬名網友觀看 這段神秘景象發生在 十七號清晨五點鐘的火山上空 螺旋光芒滾動過程長達三分鐘 令目擊民眾嘆為觀止 還有人驚訝地問 這不是另外時空的入口吧 但亦有專家認為 在藍白螺旋出現前的兩小時 美國太空探索公司才發射聶英九號 藍白螺旋可能是火箭噴射出的殘留氣體正在旋轉 因為聶英九號今年二月升空時 亦曾經因為軌道燃燒 留下螺旋症氣軌症 其實這不是夏威夷第一次捕捉到神秘光芒 夏威夷的貿易島 Island of Maui上空 亦曾經有很多光點聚集 還一起移動 之後經過專家解釋 這同樣是火箭發射之後所留下的 此外美國的阿里桑拿州 日前亦有民眾看到夜空中出現一度雲煙 不斷往上推進 後來被解釋為火箭和冷空氣高速碰撞 形成的一流線型擊波 因為冷空氣凝結又沒有避風吹散 才巧合讓民眾直擊這個畫面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